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今天召開記者會的時候 作出了連番的表態 首先他批評中國 沒有及時將最新的資訊發布 以及隱瞞真相 使得全球就要為中國的所作所為 負上了沉重的代價 其次對於中國政府報稱 本地個案出現零增長 特朗普就這樣回答 I hope it's true, who knows 即是說希望是真 誰知 其實就是串爆你中國政府的誠信 你提供這一組數字出來 人家信好還是不信好 基於你的往績 似乎不信居多 大家可以觀察到 特朗普總統提及到中國議題時 那個態度是作出了重大的改變 在一月份的時候 當這個非常的情況 未曾波及到美國的時候 特朗普總統依然可以裝模作樣 譚笑風生 帶贊習近平主席 他的防控措施 是做得很好的 但是當這個情況開始波及到美國 甚至乎使得美國進入緊急狀態的時候 他就不再在Twitter上打牙膠了 他就一本正經地走出來跟全世界說 這個問題是源於中國 是中國帶給全世界的 好了 再加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屢次作出挑釁的言論 而且在昨天 中國政府又針對五家的美國媒體 採取了反制措施 圍著中美媒體戰升溫 所以特朗普總統哪有空 跟習近平主席和中國說行才行 可以預期 除非特朗普總統連任失敗 否則中國可以在中美貿易戰當中 偷雞的機會 實在是微乎其微 因為特朗普總統肯定會嚴格地執行 第一階段中美貿易協議當中的條款 包括中國要在兩年之內購買兩千億美元的貨品 到底他們現在買了多少呢 實情當然的進度非常緩慢 萬一他真的連任了以後 中國就真的麻煩了 現在就不停地作出一些挑釁的言論 不停地搞這些小動作 到時肯定就有一些報復性的措施出現 除了特朗普總統以外 原來連巴西總統博索納羅的兒子愛德華多 也加入了批評中國的行列 他在社交平台上提到 說本來有無數的生命都可以被挽救 不過中國這個獨裁政權選擇了隱瞞真相 而他就強調 說有自由才可以解決問題 實情愛德華多這番言論也沒有錯 大家看看被譽為中國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 就已經是一個經典例子 我估計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外國政要 加入批評中國的行列 為甚麼呢? 當初這些國家跟你中國扮友好 扮friend 很明顯就是看在你人民幣的份上 因為跟你做貿易有錢賺 賣一下口乖 扮一下附和你 為了賺錢 無論如何都要記你三分 但現在不是 中國搞到全世界雞無鴨血 全球性出現經濟下行的情況就一定 貿易額將會萎縮 各地陸續進入緊急狀態 醫療系統又受到考驗 失業率上升就一定 面對著這些情況 人家怎會記你 還不加入批評你的行列 實際上很多國家都已經忍著你這個財大氣粗忍了很久 現在肯定就會一鋪過發作 當初你靠著有錢 有權有勢 巴巴閉閉 當然全部人都禁聲 但到今時今日這個景地 再不出聲 等何時 中國駐巴西大使楊萬明 又反擊愛德華多 他在Twitter上說到 你愛德華多的言論 是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惡毒攻擊 中國是絕不接受的 而且你作為聯邦眾議員 以及有特殊身份的公眾人物 因為他是總統的兒子 發表這番反華言論非常不妥 將會被中巴兩國友好帶來傷害 我對你的推文就表示嚴厲譴責 要求你撤銷這條推文 並且要向中國人民道歉 我將會向巴西外交部和眾議院 表達中方的嚴重不滿和抗議 這真是好笑 到底外交部在做什麼呢 外交部還是外宣部呢 外交部永遠會監察外國政要的言論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國家的外交機構 會很嚴密地監察當地的政要 究竟有沒有批評自己的國家 而當真的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 就會很高調地彈出來批評別人 一般外交機構在當地嚴密地搜集情報 很正常 但是 你有沒有可能經常出來發表聲明 或者發表Twitter這樣去反擊別人 我真的沒有見過 你是宣傳部的外交部 你一方面叫外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 但是中國外交部的駐外機構 經常干涉別人的內政 實情巴西總統的兒子 他講的說話都是對著他的國民說 中國那些人都看不到 你有個網絡長城 而且翻牆都不會回到巴西看別人的Twitter 又不行 總之別人哪一個批評中國呢 你的外交人員就會公開反擊別人 我真的沒有見過其他國家這樣搞外交 接下來就講講本地的航空業界 目前真的進入了冰河時期 國泰航空宣布 旗下的香港快運 將會在3月23日開始 至4月30日期間 暫停所有航班的營運 計劃在5月1日恢復航班 這件事當然我覺得過份樂觀了 到底5月份是否已經搞得好 都是成問題的 另外香港快運還宣布 將會推行特別無薪假的計劃 藉此減輕對企業財政所造成的影響 這就是走在2003年的時候的軌跡 當時很多人都被迫停留職 即是說我不解僱你了 但有需要的時候才叫你回來復工 但今次的情況絕對比2003年的時候嚴重 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為當時受影響的範圍 也是在香港局限 但今次是全球性危機 航空業界不知何時才能恢復正常 而且根據2003年的經驗 所謂停薪留職的情況 將會在其他行業陸續出現 香港航空早前已宣布計劃裁員400油 首階段一百幾十油已經遭到炒油 同時國泰航空宣布了 將會削減四月和五月九成六的客運網絡運力 只會營運15條航線 每週三班的航班 因此我呼籲大家 不要再買航空公司的年票 或者是所謂的優先購票證 因為不知道這個非常時期會持續多久 而且不只看香港 這是全球性的事件 到年底前 究竟有沒有機會可以外游 都成問題 所以這些不必要的花費 可面則面 接著又說一下本地的情況 今天真的非常厲害 又創了單日的新高 已經到中午的時候 錄得了30宗的個案 大部分都是從外地輸入的 但是有幾宗是本地的個案 有一宗是去過同一間中環的健身室 之前已經出現了兩個個案 今天有多一個 所以會前往健身的益友 就一定要注意 最好別人去 見小鎮也不用死 另外有兩個個案 就是出席了余景灣同一個婚宴 實際我也是不理解的 都已經說了很多次 要顧己及人 你結婚真是關人鬼事嗎 你結婚沒問題 大家替你高興 給人情什麼都沒問題 如果是太平城勢是正常時期 當然可以 現在非常時期 還要搞 你結婚就自己去洞房 還要搞婚宴 你遲些保辦不行 就要這一刻來搞 根本上這些情形是可以避免的 在你的婚宴當中 至少有一個個案是可以避免的 是不是 你結婚又要拘捕其他人下水 多麼無謂 還有那些自私症 在三月份還要出發去旅遊 你說這些是什麼人 是不是類人類物才行 還有一些人在辯駁 在我們的留言板上說 你認識什麼 神區 人家一年前已經請好價錢 去非洲要幾萬元 幾萬元你就當下跌了 對不對 給了錢就一定要去 三月份出發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是什麼情況 全球都有事 那幾萬元你當炒股輸了 可以嗎 給了錢就要去 你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你這些人是很可憐的 這些情形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你突然出街 有一個人對著你打黑癡 那沒有辦法 對不對 這些真的沒有辦法 無妄之災 但是你這些情況是可以避免的 為什麼還要去呢 為什麼還要這麼自私呢 暴旅行團是藉口嗎 自由行的人就更加賤格 告訴你 什麼遊行 你明知有事 全球都有事 還要去 去什麼呢 澳門也不要去 法灣 是不是 還有什麼好去 全部地方都不要去 總之 全部人都靜下來 一定要全部人合作才行 你現在不合作那些 專門去外遊 根本上就是佔守規矩的人的便宜 絕對是要遭受譴責才對的 這些人是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